12月10日,宫崎骏导演作品《龙猫》在上海举行宛如初见中国首映礼 日本吉普利工作室现任会长新野康二 电影《龙猫中国形象推广大使秦兰》等烂三现场 据了解,由宫崎骏创作指导 日本吉普利工作室出品的动画电影《龙猫》于1988年4月16日在日本上映 2018年恰逢《龙猫》上映30周年 在走遍了十多个国家之后,此番龙猫终于来到了中国 作为宫崎骏导演享誉全球的经典动画 龙猫自宣布引进以来一直都保持胃硬鲜热的势头 此番的数码修复版的龙猫也是宫崎骏的动画电影 首次在大荧幕上与中国观众见面 据介绍,此次电影上映除了会有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日语原生版本外 还特供了一个普通话版本 因扮演延续攻略复查皇后一决再度翻红的演员秦兰 受邀为片中的妈妈一决配音 尽管两个角色都是温柔女性 秦兰说,在声音的把控上还是有着不少的差别 傅亚荣音是属于我们中国历史古代的皇后的形象 然后她的那种声音的位置我觉得是偏靠很深厚的 就好像我现在的声音 那那个妈妈呢,她的其实需要温暖的 然后又是在动画片里就是,啊,是吗 就有一点点偏靠前那位置 可能就是你在发音的时候声音的前后的,啊,选择 事实上,秦兰其实从小就是宫崎骏的铁粉 她透露,自己是看着宫崎骏的作品长大的 并在此过程中收获颇多 尽管此番在片中的角色配音台词并不多 但秦兰二话没说,便接下了这一工作 然后她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和励质 然后里面有不停的鼓舞,还有很多温情的部分 我相信是感染每一个人 然后得到这个通知,我当时有点不能相信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激动 然后我说那我肯定要去 不惜任何代价我都要去配这个音 秦兰说,此次能在《龙猫》一片中配音 堪称实现了自己追星生涯的最大一个心愿 同时,她也希望通过这部暖心之作 让更多人能够学习和保持片中所传达的乐观向上的精神 据了解,吉普利工作室数码修复版电影《龙猫》 将于12月14日全国供应 感谢观看